焦点再回到国内 立委陈以信呢 昨天在这个立法院的国事论坛当中表示 有故宫的文物被摔破了 而且不止一件 那么故宫高层呢 却是下令掩盖 结果引发了社会哗然 故宫院长吴密查 昨天强调呢 绝无隐匿 如果毁损的是国宝 重要文物等级 一定会依既有程序向文化部来报告 但他说呢 这次受损的三件文物呢 皆为对外展出过 而且呢 是列为一般古物 其中有一件呢 是人为疏失 全案已经移送了考机会 乘处的程序呢 正在进行当中 有栏尾接获密报 指出故宫摔破文物 国事论坛爆料震惊各界 包含明洪智款 焦黄绿彩双龙小碗 和清朝暗龙百里 消黄瓷碗 故宫说都是打开文物包裹后 发现破损 无人缘疏失 另外青花花卉盘 是故宫人员整理时 不慎掉落破损 但立委踢爆 更扯得在后头 顾宫院长却决定 隐瞒事故经过 下令对该器物 不得点交 不得记录 在进行修复之前 也不得做检视报告 尤其要求 相关人员要封口 所有的相关文件 都用最高密件的方式 来处理 以免留下任何的证据 但故宫院长 吴密查声称 前两件是开封后 发现破损 只有第三件由人为疏失 正由阵风市调查 网友看了大傻眼 高端封存 现在连打破文物 也要封存30年吗 偷骂蔡政府 连故宫都顾不好 还想抗中保台啊 更有人惊呼 恐怕国宝被偷卖了多少 也没人知道 这是有被爆出来的 那没被爆出来有多少 是30件还是300件 我不知道这几十年 你们搞什么鬼 搞不好很多东西 已经被赝品掉包了 搞不好已经被你们偷偷拿去卖 谁晓得 搞不好摔碎了 不知道几千个 摔破文物或许不是故意 但偏偏在被爆料之后 故宫院长才大动作开记者会 哀哄难道真想满天过海 为首师的成熟 一确定 我们就必须公职一事 撇清受损的是一般文物 算不上是必须向文化部报告的国保 又引来抨击 一般古宫没事罢 故宫院干什么 你有病啊 要胡说八道 你一开始发现问题 就要立刻告诉大家了 虽然吴蜜茶表示 受损的国保价值低于外传的25亿 但到底谁该负责 都是世界级的笑话 吴蜜茶 你把你的身家财产 偷偷拿出来 看他们赔完 不在那边四位素餐 那边当道官而已 蓝军猛红 珍贵文物损毁 院长就必须负起政治责任 下台负责 深藏故宫的宝物摔坏 立委爆料才曝光 去国哗然 这是不是隐匿 大家心里有答案 记者于盛行陈宇荣 台北报道 故宫文物从跨海迁送来台 到了北沟 再到台北外双西 再到前任的 这个秦孝宇院长 还有周公新院长 都有过大盘点 档案上头 清清楚楚 一见不少 这是这个前故宫院长 冯明珠的说法 他指出呢 这些文物由代代故宫人守护 传承至今 档案资料都很清楚 所管理人员呢也都专业 而且富有经验 人为损坏基本上没有 但如今呢发生了史上首例 文物被打破的事件 外界担心这也意味着 故宫从上到下 对于文物的敬意与用心 已经是大不如前 那么这个 你这个真相总要还原吧 你总有一个完整的报告吧 谁摔的 是故宫自己的人员 还是你委外给别的什么公司做 那到底来说如果是格外来给别的公司做 你基本上都有商业合约啊 那如果出事的话 那到底要怎么赔偿呢 还有保险 对 要怎么赔偿 那保险公司要怎么赔偿呢 你怎么全部都不交代呢 会不会这件事情查一查询 又发现又是什么自己的绿油油公司 然后你不想让他赔这么多钱 你就不吭声 那吴秘才为什么会 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去面对 其实我不得不讲说 他的意识形态 他一直当时当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时候 被大家讲说 他就是一个一直想要去中国化 然后想要削弱 故宫地位的这样子的一个院长 他本来就没有很认真的在做这件事情 甚至他的意识形态还是反中的 他去做这个院长 然后现在爆发这种事情 你要民众怎么能接受呢 刚刚讲的这件事情 突然让我发私骨之邱情 乾隆 乾隆 康熙 洪志 挨过什么太平天国 挨过什么辛亥革命 挨过日本人挨过国共内战 结果被民进党砸了 被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就砸掉了 到现在真相也没有办法跟大家交代 说真的如果真的是 真的是什么不应该进到库房去 至少在法律规定上面 不该进到库房的人去 然后看了说 你现在在帮忙掩饰这件事情的话 那真的是真的是头天大罪